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的这次侵略行为违反了所有外交规范和国际条约 接着 伊朗在4月13日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发射了170架装载炸药的无人机 大约120枚弹道导弹和大约30枚巡航导弹 以色列 美国及其盟友 在以色列境外成功拦截了绝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 而落入以色列的导弹只对一个军事基地造成了轻微损害 随后 以色列在4月19日凌晨 空袭了多个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作为回应 在伊朗报复以色列后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 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 并称赞以色列展现出了防御和击败史无前例的 袭击的卓越能力 向敌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他们无法有效地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在此之前 前美国总统川普 4月12日在美国佛罗里达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以色列目前的局势可能会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 接着 川普批评卸任总统拜登 指责拜登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川普还表示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可能演变成世界大战 并强调这场战争本不应该发生 乌克兰的最新动态也让西方观察家感到担忧 俄罗斯在前线发动了数次成功的攻势 现在威胁要夺取新的领土 4月3日 政客欧洲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 引述在Belleries and Lesney将军挥下服役的乌克兰高级军官的话说 乌克兰前线存在崩溃的巨大风险 这些乌克兰军官说 俄罗斯很可能可以突破前线 并在某些地方使前线崩溃 因为兵力上的优势要大得多 而且制导航空炸弹已经连续数周轰炸乌克兰阵地 一位军方高层消息人士向政客表示 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乌克兰 因为当俄罗斯可能集结大批军队扑向我们时 没有任何很厉害的技术能够补充乌克兰的不足 我们没有这些技术 西方也没有足够数量的这些技术 英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前指挥官 Richard Barons将军也向BBC表示 乌克兰有在2024年输掉战争的严重风险 Barons将军说 俄罗斯即将发动进攻的形势非常明显 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前线猛攻 在火炮 弹药方面占有5比1的优势 并且通过使用新型武器来强化了剩下的兵力 我们预计这个夏天会看到一次重大的俄罗斯攻势 其目的不仅是小幅推进 而是试图突破乌克兰的防线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将面临俄罗斯军队突破冲入乌克兰军队 无法抵挡的地区的风险 英国《每日邮报》4月24日报道说 亲俄罗斯的Telegram频道上的影片显示 俄罗斯军队已突破乌克兰防线 夺取了乌东地区顿内茨克的战略重镇 Ocurating 同日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 950亿美元对外援助法案 当中有600多亿用于援助乌克兰 而乌克兰外交部在当天深夜发布声明称 即日起 停止向海外符合征兵年龄的男性公民发放护照 只能回乌克兰办理 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 拜登政府的政策对乌克兰的困境负有责任 3月初 在共和党智库American Moment的一场演讲中 风险投资家兼All In Podcast联合主持人David Sacks指出 拜登总统破坏了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协议 并成为这场战争的共同拥有者 Sacks列举了拜登政府四大反作用的关键领域 经济 外交 地缘政治和人道主义 Sacks表示 认为制裁有效完全是幻想 俄罗斯经济已稳定 甚至在2023年超越了G7国家 相反 由于欧洲民众意识到这场战争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右翼党派在欧洲的支持急剧增加 Sacks进一步指出 世界其他地区并未跟随并拒绝接受拜登对战争的权势 这意味着展示美国领导力的计划已经适得其反 并加剧了全世界对美国的抵制 最后 Sacks呼吁美国达成协议并寻求与俄罗斯的缓和 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跟俄罗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些地区的热门议题 甚至令华尔街的知名银行家感到不安 摩根大通 CEO Jamie Dimon在年度致股东信中说 当灾难性事件发生时 我们往往会高估他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然而最近发生的事件很可能会带来 比二战以来任何事情都相形见出的风险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Diamon也警告 地缘政治的发展可能导致比市场预期更持久的通胀 和更高的利率 并建议要为2%至8%甚至更高的利率增幅做好准备 以及同样广泛的经济影响 从强劲的经济成长和适度的通胀变成智障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透视中国 你会先知先觉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